美容破坏自然生态 如垫鼻梁 去掉可否恢复 与改造命运有无关系 美容后就证的方法很难 美容确实破坏自然生态 你这个相貌是父母身的 这是自然的 你要去破坏自己的面容 没有好处 绝对有后遗症 那么我们在澳洲 有一位义工统修 他现在就是感觉非常痛苦 他说他必良 二十年前做的这个手术 现在是苦不开眼 很痛苦 这个时最好是要小心 不要干这个傻死 那么你真正想美容 佛法里面讲 又求必应 没有做不到的 佛教你怎么求呢 佛告诉你 见随心转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身体 我们身体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境界 所以身体的容貌 身体的健康 与你的念头都有关系 你如果心善 念善 言语善 行为善 你的容貌就比较好了 那向随心转吗 世间看相三面都一样 向随心转 心好 相就好 心好 身体好 心好 命运就好 都是从心在转 一切法 从心向身 这个我们要记住 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 我们常常都常常听到 可是怎么呢 进阶一心情忘掉了 还是随自己的烦恼去转 这就很苦了 所以一定要常常记住 一切法从心向身 你真正懂得这句话了 那你就可以 主宰自己的命 主宰自己的身心健康 主宰自己的容貌 慈祥啊 谢谢大家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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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